LongChain 1.0正式版现在已经全面上线 这是LongChain自2022年发布以来的首个大版本更新 相较于上一代的LongChain 0.3 1.0的最新版几乎重构了全部的核心代码 不仅推出了全新的Agent API CreateAgent 还统一了LongChain和LongGraph两个项目的架构 从此LongGraph退居幕后成为底层框架 并且LongChain 1.0中重磅推出了中间键Middleware功能 彻底打破了Agent运行的黑箱魔咒 同时还发布了用于构建Manus Cloud Code等工业级Agent的高性能 Agent开发模板Deep Agents 开发者只需要接入工具即可开箱使用 自此从LongChain 1.0开始 LongChain的技术架构生态正式升级为LongGraph LongChain Deep Agents三层架构 而这也意味着此前基于LongChain 0.3版本开发的项目将面临代码重构 而新人开发者入门学习LongChain 也需要学习最新的1.0版本 本期工坏课就让我用5分钟时间带你快速了解LongChain 1.0正式版的核心特性 帮你理清LongChain 1.0的更新要点 同时看懂LongChain架构未来的演化方向 关切提醒 对于本次LongChain大版本更新 老师们也在第一时间制作了从入门到进阶的全套工坏课 包括LongChain 1.0快速入门教程 LongChain 1.0 Agent开发指南 LongChain 1.0多模态RAP系统开发实战等等 都已经上限至复办大模型技术社区 搭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作为一个大的版本更新 LongChain本次的更新还是非常谨慎的 从9月2号开始发布测试消息 总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公开测试和几十个小补丁的更新 才终于在10月底发布了LongChain 1.0的正式版 当然不同于测试版 正式版是长期稳定维护的版本 至少在未来LongChain 2.0诞生之前 1.0版本的API的调用规则将长期有效 也就是说 虽然大版本更新会带来大量的项目代码重写 但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稳定可以运行的 而从LongChain本次发布的版本号 LongChain 1.0中也能看出其背后的野心 要知道 LongChain自2022年发布以来 两年多也就更新到了0.3版本 而这次直接跳到1.0版本 也标志着LongChain将进行颠覆式的变革 而LongChain 1.0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变革 就是对基础库进行全面的瘦身和重构 让整个架构重新变得轻量和统一 熟悉LongChain的同学应该知道 LongChain虽然应用面很广 而却因为框架臃肿而饱受诟病 例如在LongChain 0.3版本时代 光是用于Agent创建的API就有十种 包括Create React Agent Create JSON Agent Create Tool Calling Agent等等 用起来非常复杂 而从1.0开始 这些API全部统一为Create Agent API 其他API将进入维护阶段 并在未来的更新中逐步被淘汰 而这也是开发者需要重构代码的第一个核心点 而既然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LongChain的发展历程中 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就是LongChain和LongGraph 这两个兄弟框架功能定位的问题 我相信有很多初学者会分不清 LongChain LongGraph分别是什么功能 其实根据最一开始的规划 LongChain的核心功能是借助管道语言 LCL来搭建链式的工作流 而LongGraph则是更高层的API 主要用于搭建图状的工作流 以及负责完成更加复杂的Agent开发 而伴随着LongChain 1.0的发布 LongChain团队或许是考虑到 LongChain的名声要远大于LongGraph 所以又在LongGraph的基础上 封装了更高级的Create Agent API 并命名为LongChain 1.0 因此也有人戏称LongChain 1.0 其实应该叫做LongGraph 2.0 但无论是如何命名 从LongChain 1.0开始 LongGraph成为底层框架 并且得益于Create Agent API强大的能力 以及中间键的功能 91%的开发场景将不再会用到底层的LongGraph API 因此对于开发者来说 从现在开始可以不用再纠结LongChain LongGraph这两个框架的关系了 放弃LongGraph只需要学习LongChain 1.0就行 而与此同时 之前LongGraph的全套开发工具 也全都移植给了LongChain 1.0 例如我们现在使用的Create Agent API创建的Agent 就能够无缝调用此前LongGraph Agent 开发的全套工具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可视化监督与开发工具LongGraph Studio 允许用户在网页段查看或调整Agent的架构 并支持实时对话 以及监督Agent的运行流程等各项功能 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Agent Chat UI 是一款为LongChain Agent量身定制的对话前端 不仅页面美观功能齐全 而且还支持定制化开发 此外开发者还可以借助LongGraph Click 一键部署开发好的智能体 并借助LongSmith对智能体的运行状态 进行实时的追踪 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具 才让LongChain 1.0的Agent能够更加高效的部署上线 更多关于Create Agent API的使用方法 以及上述各项Agent开发部署套件的使用方法 欢迎大家小码加入复范大模型技术社区 进行免费学习 不过以上这些调整顶多算是LongChain原有功能的整合 LongChain 1.0带来的真正的重大的变革 其实是中间界Middleware的功能发布和Deep Agent项目 扩股尤其是中间界 我们都知道机座模型的性能 其实会直接影响Agent开发流程 而今年以来伴随着机座模型性能的快速增长 React Agent这种开发办事逐渐成为主流 所谓React Agent指的是 依赖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工具调用能力 自主完成复杂问题拆解和多部工具调用的 一种Agent开发模式 这种Agent开发模式下 创建一个Agent非常简单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LongChain 1.0中的 Create Agent API 其本质也是一个React Agent 仅需十几行代码 就能把模型和工具拼到一块 就能够构成一个能够自主多部调用工具 甚至能够自动Debug的Agent 虽然这类Agent非常智能 搭建起来也非常高效 但是它发者往往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 那就是无法干预Agent的内部行为 模型什么时候调用什么工具 如何完成多部工具的调用 敲息对列是如何组装的等等等等 完全不受人工控制 而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LongChain 1.0重磅发布了Agent中间键 Middleware 这是一个基于钩子的插件系统 借助中间键 开发者可以非常便捷地在模型调用前后 工具调用前后等各个关键环节 注入代码从而影响Agent的运行流程 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开发者只需要借助一些装饰器语法 就能自定义一些中间键来控制模型的行为 或者修改消息对列等等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可以根据消息长度 灵活删除历史消息的消息裁减中间键 而除了可以自定义中间键之外 LongChain 1.0中还有很多内置的中间键插件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用于压缩历史对话消息的内置的中间键 借助Summarization Middleware 可以让Agent在运行的时候 一旦历史消息长度超过某一个预值 就要用大模型对历史对话消息进行总结压缩 从而让Agent实现无线对话上下文的功能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高效便捷 而借助中间键除了能实现消息压缩 实现Agent无线上下文功能外 如果我们在模型输出结果前 加入内容合规性审查的中间键 就可以实现内容护栏功能 而如果我们在工具调用前 插入一个人工审核中间键 模型每次调用工具之前都自动触发人工审核 就可以实现人在闭环的功能 而如果借助中间键 让Agent在进行模型调用前 根据不同类型的任务灵活选择不同模型 或者在调用工具前 引入审查机制优化工具调用流程 则可以大幅提升Agent的性能 不但看出中间键一定会成为未来开发者 用于提升LongChain 1.0 Agent的性能的杀手键 更多关于中间键的使用方法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加入复范大模型技术社区进行免费学习 而如果说中间键是高阶开发工具 那么LongChain推出的Deep Agents 则更加是一个拆包即用的Agent模板 这是一个基于LongChain 1.0构建的Multi Agent系统 自带Sub Agents 系统提示词 文件管理工具和推理规划工具 同时还进行了很多工业级Agent性能的优化 而开发者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灵活的设置子Agent的功能 关联好本地文件路径 设置好系统提示词 带入相关工具API 就可以在完全不知道LongChain 1.0底层API规则的情况下 高效构建一个能对标Mentus Cloud Code 这类Agent的工业级智能体 而Deep Agents也自然而然是LongChain 1.0 技术生态中的最高层的API 不过尽管Deep Agents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术设想 能让每个人都快速打造属于自己的Mentus 但目前来看 距离大规模工业落地应用还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相比LongChain 1.0主体的API Deep Agents目前更像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前沿项目 无论如何LongChain 1.0的重大改版 让LongChain整个框架功能更加贴近当前Agent的开发需求 无论是API框架统一 还是开发工具套件的适配 还是中间键功能的上限 还是Deep Agents项目发布 都标志着LongChain Agents开发 迈入全新的阶段 而在LongChain 1.0发布的同时 LongChain团队也官宣完成了1.2亿美金的融资 仅用时三年时间 LongChain就从一个开源项目 成长为估值超过12亿美元的头部大模型科技公司 不得不感慨大模型技术汹涌澎湃的发展势头 同时也无比期待未来大模型技术发展的下一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LongChain 1.0的快速入门教程 Agent开发教程 多摩泰REAC系统开发教程 都已经上限至复犯大模型技术社区 大扫码即可领取 今天来大模型技术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我也将持续为大家提供最前沿实用的技术教学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三连支持 此外 结果还有更多关于我创建的 复范大模型技术社区的介绍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如果大家看完了前面内容觉得意犹未尽 想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的学习大模型技术 欢迎大家加入由我和娟娟老师 沐宇老师等几位一线大模型技术人 共同创建的复范大模型技术社区 技术人学习不易呀 很多同学想要入门大模型却不知道从哪开始 也有很多同学想要积累项目经验 却找不到硬核实战项目 而与此同时 市面上靠着星期叉割韭菜的课程比比皆是 有的同学花费上万元保办 但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我们决心打造一个真正硬核 并且纯粹公益的学习者的根据地 接着目前社区已经收录了老师们独家研发的 100多套高质量教程和几十个小时的保姆机教学视频 完整涵盖了大模型从基础到进阶的各个模块 目前已有超过20万开发者加入了社区 社区中的基础教程部分 完整涵盖了20多个主流大模型的部署调用方法 注意大家零基础快速高效入门 而进阶教程部分则完整涵盖了模型微调 RAG知识库检索 Agent开发等核心技术 价值对标市场上万元的付费课程 而案例教程部分则更是包括手挫 Circle Agent Deep Research和 Mini Manus等热门方向的高价值实战案例 每一项都是高价值的简历项目 并且社区是存公益的组织 大模型教程也会持续更新 近段时间我们就上线了这些最新的前沿硬核干货教程 未来还会持续追根最新大模型技术内容 如果你也想快速入门大模型 掌握大模型核心技术 积累实战项目经验 并且希望持续学习前沿新兴技术 突破职业瓶颈 借助AI升值加薪 欢迎扫码加入富泛大模型技术社区 和二次元开发者共同学习一起进步